五平 互值涨0.21% 汇率生态重回A股大涨78% 两市震荡拉升 只一度涨近1% 中正1000指数涨1.39% 截止五坚收盘 涨0.21% 深城值涨0.43% 创业板值涨0.58% 锂链板块反弹领涨 西藏珠峰 天奇里叶等多股涨停 气配板块持续活跃 荣泰股份四联板 昨日涨幅居前的白酒等消费板块陷入调整 热点持续性较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16日在北京出席 金冬明春保暖保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 韩正强调 要继续增加电煤和天然气供给 推动具备增产潜力的企业释放产能 加强电煤和天然气合同签约履约情况监管 依法查处哄台煤炭价格行为 11月以来 已有保力发展 招商舍口 金地集团 光明地产 建发地产等多家房企公开发行融资工具 计划融资金额合计超100亿元 宁德时代是安联神州A股基金第一大重仓股 海通证券表示 730会议后 政策明显转向积极 从宽货币走向宽信用 10月的涉融数据也反映了宽信用政策正在显现 15日央行开展1万亿元MLF操作 对冲了16日和30日到期了万亿资金 流动性合理充裕 消费电子板块近期在逐步走强 主要逻辑是悲观预期已经充分反映 利控压制因素开始消除 产业链四季度有望环比改善 重点关注像汽车电子转型的公司 东北证券表示 我们观察到灵涨板块在跨年行情启动时的高估值 并不影响后续行情演绎 如2019年11月底的通信 半导体和2020年11月底的白酒 新能源车和光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